北斗导航天问一号 陶瓷登上太空揽月 我们常常登月 是13年登月成功 然后这一发就不可说了 所以后面 常过4、5、5、9两全部用来看 一生产出来就被拉走 千年摇火 为何遭遇幸福的烦恼 电话来的时候 就一个接一个特别忙 有时候那个屁股都找不到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种特殊的陶瓷 工业陶瓷 工业陶瓷顾名思义 是在工业生产工业产品中 使用的陶瓷 工业陶瓷有耐高温 耐腐蚀 耐磨损 耐冲刷等特性 可替代金属材料 有机高分子材料 用于苛刻的工作环境 如今已经成为传统工业改造 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材料 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 去景德镇 见识一下工业陶瓷的神奇之处 夜幕降临 陶瓷一人雄建军的工坊里 杨火正在跳动 烧制陶瓷的原料 是景德镇特产的高领土 简单造型后 送至烈火中灼烧 陶瓷表面变得光滑 甚至出现光泽 就连声音也变得清脆 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 利用化学反应获得的新材料 东汉末年 中国人通过改造窑体 把卢温升至1200摄氏度 陶由此进化成为瓷 并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名片 千年之后 进入现在社会 古老的陶瓷被重新定义 景德镇市区20公里外 在这家看上去不太起眼的企业里 陶瓷一次次被委以重任 我们长河等约是13年等约成功的 然后这一发布就不可说了 所以后面长河4月5号 就要全部用来看 工友根是这家特种陶瓷企业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他们的产品品种很多 既有用在航天器上的特种工业陶瓷 也有应用广泛的工业陶瓷 眼前这些大小不一 波纹不同的陶瓷真空开关管 就是他们的一类热销产品 我们发出来的电压是几万伏 要变到几百伏 就要有个变压 那里面就要装这个保护装置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真空灭壶式 这个在煤矿里面很厉害 如果煤矿里面 假如煤矿底下有瓦斯爆炸的拿红 有了它 它的刺骨就会减少很多 它立刻就会给你断电 真空灭壶式又名真空开关管 是中高压电力开关的核心部件 主要应用于电力的输配电控制系统 以及冶金 矿山等配电系统 真空管内的陶瓷 具有优良的抗压性和绝缘性 中高压电路切断电源后 能迅速吸扶 并抑制电流 避免意外发生 在工有根的企业 成为陶瓷真空开关管生产厂之前 中国的陶瓷真空管大多依赖国外进口 我见过它一台窑炉 一台窑炉是一千多万能币 我们国内一台窑炉才四十万能币 我们本身景德镇就是一个 陶瓷有一两千年的传统 就很多工友们是可以借鉴的 景德镇的千年烧窑记忆 给了工友跟突破的底气 经过对窑炉长度 烧制温度 推进速度 等关键参数的不断摸索 2016年 一个全新的窑炉产现建成 2016年是我们才三千多万年产制 到七年我们是一个亿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是出口到韩国去了 其实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 这七年 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我们这个工人基本都是 没有礼拜天的 就是轮休只能生 看您这个是轻度瓷片 我是要全给你做镜子化三十个 然后那个对吧 然后瓷管是 我看您是写的 我做三十个镜子化和不做三十个 对吧 对 对吧 因为另外一个我要自己要做涂层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 在市场部的办公室内 负责真空开关管销售的流件 电话不停 样品确认单不断 我们讲句实在话 因为有的时候 电话来的时候就一个接一个 特别忙 有时候那个屁股都着不顿 我现在目前的一年的销售回款 大概是在七千万 每年大概是百分之二十的增长 工作忙起来 一上午都无法坐下 不过销量每年稳定增长 也让同行们羡慕不已 说话间 刘建迎来了当地一家真空电器企业的研发人员 这次来 他们希望能跟刘建的公司 共同开发一款 耐高压储能继电器 一桥之隔的这家主营陶瓷高压直流继电器企业 正忙于应对供货的挑战 这里是我们的库房 这里的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差不多两三年了 生产那边直接产出的物流就带走了 库房的话一直属于这种空荡荡的状态 供不应求的状态 每天陈桂宝最大的压力 就是应对来自全球的供货订单 陶瓷因硬度高 溶点高 在高温和冲击作用下不变形等特性 成为制作高压电大电流电子元器件的理想绝缘材料 作为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装的核心部件 公司的陶瓷高压直流继电器一直供不应求 我们在市场的需求这一块 一直是客户在追我们的订单 追我们的交期 所以在2017年2万支 到现阶段的5万支6万支 实际上不断地加大设备的投入 工厂内刚刚调试成功的全自动私网印刷机 正在规律运软 一次颗自动印刷10到15支陶瓷元件 比手工屠服翻了近百倍 最早没有这个印刷机之前是用手涂 每天的产人一个人 他只能完成两三百支 那通过这个设备的改良 它是这台设备目前的话 是四个人在操作 一天可以完成三万支 为了提高产量和质量 陈贵宝他们从工装到设备 投入超过3000万元 之所以下了如此大的血本 关键在于突破陶瓷金属化的瓶颈 由于是用在新能源汽车车载 继电器中 陶瓷封接面需要与表面 这层金属涂层焊接在一起 因此陶瓷与金属的连接强度 也被称为拉拔力 是产品安全性的重要指标 为了达到焊接要求 从事工业陶瓷研究40多年的杨建霞 不断修改模具 优化陶瓷成型方式 与粉体颗粒度 调整金属化浆料配方与比例 将近七年的时间里 杨建霞他们进行了上百次实验 记录了上千组关键数据 最终与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 一同将拉拔力从1800牛 提升到3000牛 现在陈桂宝他们的产品 不仅供不应求 也结束了陶瓷高压直流继电器 大多依靠国外进口的历史 我们早期的话 客户的话 它有一个备选供应商 是国外客户 那现阶段的话 这些备选供应商的话 几乎是零供应 我们已经做到 就是取代进口 像锦东以前些年 它是人产制才几千万 现在已经过亿了 这两年 特别这三年 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科研型的大力 让我们看到企业的发展 这么迅速 我们也是 作为科研工资者 我们也信心百倍 对于中国工业陶瓷的未来 陈湖显的信心百倍 他告诉记者 我国这一领域虽然起步较晚 与美国 日本等国际巨头 在技术上存在不小差距 不过 最近几年 这一情况正在悄然变化 2.20年 景德镇的千年摇火 开始转型 打造先进陶瓷产业园 相关企业不断聚集 截止目前 已有170家企业落户 产业链完善的同时 新技术不断更新 景德镇它是千年次度 也可以说是世界次度 它有将近十所 就是高职以上的院校 所以它培养了很多 这个陶瓷类的人才 所以它要转型升级的话 我觉得比其他地方 会更容易一些 技术进步 加工进步 材料的精细化程度 越来越高 加速了我们各个产区的发展 看看现场的施工情况 李刚是哈尔滨一家 粉体研究与生产企业负责人 一个多月前 南下到了景德镇 开工建设新厂房 从地下管纤玉埋 到地面厂房高度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在他看来 每晚一天投产 对公司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新厂的建设 就非常着急 因为每天基本上会接到 10个左右的客户的电话来催 因为现在不敢接单 接不了单 因为交付不了产品 我们这个新厂的建设 产值大概是每年3.5个亿 就晚交付一天 大概耽误了产值大概是100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 产值如此之高呢 记者跟随李刚来到了粉体实验室 这款是我们针对这个芯片抛光 开发出来的100纳米级的片状芯片抛光粉 你说它是粉的 我看它是一个液体 因为它这个粉体很细的状况 但液体它是不沉淀的 所以它是悬浮的状态 就是粉末在这个液体里面 对 因为它用的时候 它就是要变成抛光液使用的 芯片被称为指尖上的大厦 要在手指大小的地方 集成上百层芯片 集晶体管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 每层芯片的平坦度 而用来抛光的 便是这肉眼不可见的 纳米级陶瓷材料 尺寸比较小的大楼 要盖得很高很高的情况下 一定要保持它的垂直和平坦度 否则的话 它是你落起来的东西 它会倒掉的 以往芯片抛光粉全部要依靠进口 每公斤2到3万元的价格不费 购买数量也受到限制 为了攻克这一卡脖子技术 李刚和团队用了将近7年 通过数百次试验 记录下原料浓度 发映温度 液滴大小 干燥速度等上万条数据 最终在今年9月12号 有所扑获 这张扫描图片 就是我们最新开发的 100纳米级别的 用于芯片专用的 片状抛光氧化铝 这张是日本公司 于9月份发布的 150纳米级别的 芯片抛光氧化铝 它是颗粒状的 而我们这个是片状的 对 抛光粉呢 片状抛光粉 是抛光粉的 应该目前来说 是技术的最高层次 这个产品 包含了我们的很多 心血和期望 在技术上有了新突破后 公司立即决定 工厂搬到景德镇的 福良先进陶瓷产业园 这个举动让上游企业震动不小 高精旅企业负责人马江涛 一大早就从四川赶来 想了解情况 做一个投资基地 这边这个企业众多 用的我产品的企业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这样的话 我们企业如果搬迁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是可以形成规模化生产 如果上了规模 我这边成本自然而然会降低 三年来 随着景德镇工业陶瓷产业 不断发展 工业陶瓷产业产值 从2020年20亿 增长至今年10月底 206亿元 实现年年翻番 从科研院所到陶瓷企业 再到配套设备厂商 企业数量从2020年的63家 增长到170家 增幅达165% 我们今天上午 已经接待了三波 就是讲关于这个新进陶瓷的 这种的相关产业的 这个企业的这个洽谈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新进陶瓷的 产业这一块的话 聚集度就越来越高了 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话 就有更大的这个竞争力 跟这个发展力 两年就提前的实现了 这个三言翻番的这个工作目标 节目中我们看到陶瓷 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生活用品 在工业领域早已经大显身手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工业陶瓷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多 在距离景德镇500公里的平乡 这里的工业陶瓷产业 也是一派红火的场景 江西平乡乡东工业陶瓷产业园区内 采购员唐燕一早就忙活起来了 你帮我取一下那个波纹填料450型的 在这里是吧 行 慢用 取样品 提货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唐燕走了四家工厂 他告诉我们 进他公司门前这条不到一公里的道路两旁 就有12家生产化工填料的公司 陶瓷填料 常用于化工 冶金 钢铁等行业的洗涤塔 冷却塔 拖流塔等反应器内衬 眼前这一些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陶瓷填料 还只是近期客户需要的种类 我们有些产品是自己不生产的 那我们会去找别人买 然后他们也会找我们买 我以前在深圳是做那个服装这一块的 做面料采购的 等于我要采购一个东西的话 是要在全国各地 就是它的那个没有那么集中 对 我们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 我上午下单 我下午就可以把这个货提回来了 就很方便 平乡乡东工业陶瓷产业园 成立于2009年 十多年来 园区已经聚集144家 工业陶瓷化工填料生产及配套企业 因为化工填料 特别是陶瓷化工填料 在全球里头有80%的集中度 就是在我们平乡 平乡呢又有80%集中度 就集中在我们乡东工业产业园 所以这样的话它配到现场 产品户部给了公司大胆接单的底气 通过提升设备自动化程度 三年的时间 产能增长了近十倍 在落伏之前呢 是一个很小的那种企业 每年也就是个 1000吨 2000吨的量 就是到顶了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工业园里头呢 你看我们的产能 到现在就有5万吨 就是增长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那个产线 现在正在建设的那条产线 建起来以后 我们明年就可以达到10万吨 我们这个市场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我们从你来之前 大概产值2000万 到这几年 像去年1.5个亿 到今年3个亿 基本上都是叫翻倍的增长 这片24000平方米的工厂内 从质粉 摇炉绕制 到成型已经实现自动化生产 而一劫之隔的这家企业 也享受到了产业园发展的红利 我们原的这些老产 是也有四条窑楼 当时产能 第一 就是三万吨投资 现在我们跟你讲 帮助这些整个改造 通过婚礼改造 已经现在达到了 投资十万吨了 销售情况 我们最老区是 大概是最几千万的销售收益 现在已经四个多亿了 销售上去了 罗杰发也有了更大的梦想 2018年 公司成立了陶瓷研究院 与长沙理工大学 共同研发的高端陶瓷发热体项目 目前已经进入中式阶段 目前这类产品 主要是瑞典 日本进口的产品 国内主要是中低端的 我们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 我们在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 进行转化 中式和产业化 应该下个月 就会进到我们中式车间来 就在罗杰发 他们忙着 为高端陶瓷发热体项目 进行中式实验的时候 20公里外 在这个陶瓷成型车间内 大尺寸陶瓷研磨盘胶筑 正在进行 来自中科院上海硅酸研研究所的 研究员王世维 密切关注着配方调整后的手 次批量生产 这个研究了很久 这个我们是大概 2010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配方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 然后到 等我们要去和这个企业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又花了五年时间 最后呢 从实验室的这么大小尺寸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米 我们花了 到底没见过这十二年时间 十二年的时间 王世维团队 最终突破了大尺寸陶瓷研磨盘 在干燥和烧结过程中 变形即开裂 等多个关键瓶颈 并与工业陶瓷企业合作 实现小规模量产 我现在呢 有这个感觉的就是 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时候 我们做这么大一块 现在我们在企业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 这个发益三百六瓦 甚至做到一米 而且可以批量做 自己内心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比较 有很多的感慨 从实验室 实验室能走到这个企业来 然后呢 又能够走到产品 做成产品 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做科研才值了 像这样的校企合作 在产业原理并不显见 从事新材料生产的中生波 也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直言未来可期 我们这个产品 跟上海贵室研究所 合作以后啊 未来是非常可期的 我们在这个车间 大概能做到三万片 那如果三万片 我们大概按照精密的加工 我们可以做到七个亿 做到七个亿的产值 大概我们明年 能做到七个亿的产值 十几年来 随着工业陶瓷产业链条 在萍箱不断延长 客户分支塌来 工业陶瓷相关的业务形态 正在不断破绽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 那个外幕业务人员 上面都是我们一些 其他的一些 出口的国家的一些国企啊 我们销售也有一个竞争的 每年排行 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呀 平乡长大的张新一 家里很多人都从事 陶瓷甜料的生产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 他已经把平乡的陶瓷甜料 卖到了更远的地方 一年差不多贸易额在四五百吧 你像欧洲国家秀 意大利亚 西班牙 河南啊 还有美洲的话就有 阿根廷 巴西啊 中东国家像沙特啊 阿联酋 土耳其这些国家 加起来可能有 一百多个国家了吧 出口 随着核心技术不断的突破 国内工业陶瓷产业 正以每年不低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 在山东 江西 广东 江苏 浙江 河北 福建等地 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 目前国内工业陶瓷产值超过千亿元 在我们掌握的大概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应该在一千五百个亿 甚至会更多 它肯定是将来发展的性能 因为它的应用场景 比我们那个金属 比这个化工类的有机的产品 因为它的那个性能特性会非常好 比它们更优越 一个新的经济驱动力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 节目中我们看到 千年瓷都景德镇 大力发展先进陶瓷 大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竞争力 传统工业城市平乡 对于陶瓷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 工业陶瓷产业聚集地 在这些地方 陶瓷这一人们印象当中的传统产业 正在发生快速的蜕变 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创新实践 能够帮助传统产业 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